好 接下来又是我们在2020年新开辟的一个环节 我们在2020年会开辟很多新的环节 充分地施展很多企业家们喜欢表现自己的个性 不是喜欢表现吗 那就充分地利用你们的特点 你们最喜欢表现的是你们的那张嘴 所以我们设立了这个环节叫做辩论请就位 今天的变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变题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夫妻创业的最终走向 是所向披靡呢 还是反目成仇 我们都知道百度的李彦洪夫妻 他们就合作得很好 但最近有一对夫妻 可能是因为这个创业过程当中的观点不同 所以可能要走向婚姻的末路 所以这个话题呢 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地针对于你们作为企业家的观点 和视角来进行自己观点的辩驳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有关于这个观点的一个先导片 来看一下 亲爱的 咱们这回这个项目之所以能成功那都是你的功劳呀 哪有亲爱的如果没有你的规划 我们怎么可能成功 你知道吗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谦虚了 亲爱的 你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可偏偏要靠才华 亲爱的你知道吗 你是我见过所有男人中又有颜值又有才华的男人 你是我的骄傲 不说了 咱们夫妻二人一定能将公司做大做强 夫妻同心 其力到金 几天没回家了 孩子孩子不管饭饭不做 家里也都是我收拾的 你还有脸说 要不因为你能力不行 我至于成天帮你在公司收拾三餐子 我能力不行 你身为咱们公司的副总一夜之间害咱们亏损了几千万 副总副总 刚追我的时候叫人家亲爱的 现在回到家都叫我副总 这日子没法过了 不过就不过 离婚 离就离 所以大家看见了啊 最初能情投意合 但最终未必能志同道合 好 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辩论的环节 你们两位如果有话请举手示意 适当的参与 对不对 好了 明白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 正方的一辩陈述观点 计时开始 大家好 刚刚呢图老师帮我们解释了一下 我们这个辩论的规则 那我觉得我作为本场的一辩呢 我其实有这个责任 因为应该帮大家来拆解一下 我们题目到底怎么去辩的规则 因为我们不能敞开怎么都说嘛 那好 我们看一下题目到底在问什么 他说的其实是夫妻创业到底是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还是让摧毁婚姻 有两个最关键的词 第一个词是夫妻 第二个词是创业 对不对 那好 我们来看一看 夫妻我们指的是什么样的夫妻 首先这两个人必须要感情基础好 然后人品靠谱 性格合适 本身适合结婚的人 才是我们这条题讨论的范围 这俩人不适合结婚 他们创业不创业 他们都得分手 第二我们来说一说创业 创业的人有个特点 创业的人要自屈力特别强 对吧 创业的人要勇敢地冒险 创业的人要 创业的人是不要安全感的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 这是反人性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 大家同意吗 对吧 我方的观点是 他们会齐力断金 为什么呢 因为夫妻两个人的利益 是高度捆绑的 他们养同一组父母 一块养同一个熊孩子 然后每天睡在同一个房子里 然后住同一张床 哎呀 那我快说 那我觉得我们对方 不管是利浩阳还是周伟 他们两个绝不可能 养同一个太太 第二个点 夫妻双方最容易说 彼此了解和理解 那我们最不容易 好 发言结束 一次不能再说 遵守规则 请坐 谢谢大家 刚才的话 我听到我们小叶姐一站起来 我觉得是演讲 后面的话 我就突然会发现 好像是在主持陈木恒 和这个贺东东的婚礼 所以造成了最后的观点 并没有真正的凸显出来 所以请在这边的变手 一定要注意 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不要叫我们感觉串了节目 好吗 好 请坐 反方的三位智囊团成员 有没有话要说 问个问题是吧 一分钟 及时开始 小叶同学 我问三个问题 第一 中国区北上广 离婚率 80%是女性提出来的 请问为什么 她会不会对现在的生活 事业 工作 有分裂式的影响 第一 第二 在你的旅程过程中间 是不是有过 一起很多朋友 开始很好 但是走的时候 过程中间 总会有各种意见和分歧 跟利益没关 跟道义情理法有关 是吧 如果公司是一个法 如果不合作 没关系 但是家里的事情 是付出了不问值不值得 但是一旦生气的时候 伤心是非常大的 有吧 有吧 她的撕裂感 恐怕是要比公司 少一个合作伙伴 要重得多 那第三 如果恋爱靠机会 婚姻靠智慧的话 这个旅程中间 可能是你一生的归宿 就像小叶 如果你结婚的话 你会对你先生说 此生 你是归宿 拜托了 但这句话 你会不会对你的 商业合作伙伴说 很难 因为大家不过在 人生的三半天 共同走一段路 走得好 更好 走得不好 没关系 也是朋友 这三个问题 请回答 可以回答吗 都可以回答 你可以让你的二边 去回答这三个问题 大家各做参考 来 有请周伟做三分钟的 这个反驳发言 来 正方便友大家好 我们是反方便友 非常感谢小叶同学 刚才讲了一大堆废话 浪费了很多时间 那我就不浪费了 我方表示的论点是 我们不支持创业 福其一期 因为他会反目成仇 主要有两个论点 第一个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讲 公司治理靠的是礼 这个字 家庭生活 夫妻感情 靠的是情 这个字 礼和情 不能搞混 在家里 是不讲礼的地方 那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可以不用理性 去维持的一个天地 对吧 我老婆经常不跟我讲礼 有的时候 我也不跟她讲礼 在这种无礼的状态下 我们生出了我们可爱的宝宝 所以礼和情不能搞混 这是我们第一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呢 是夫妻创业 可以有善始 但无善终 创业 它很大程度上面 会去和权和力 做一个角逐 我们去拿这两个最大的私欲 去挑战 有保质期的 非常脆弱的爱情 很多都会导致家庭破裂 对公司 对家庭 都带来了无限的伤害 这只是一个个案 我们还可以看到 很多企业家都是这样 好的 我的发言结束了 谢谢 好 请坐 接下来正方的三位智囊团成员 有谁要发言 好 吴胜 时长一分钟 周围我想说是这样的 如果按照对方编友的观点的情况下 我现在先说第一句 我不能开车了 我开车前两天 刚刚出了事故 所以说 我觉得大家都不能开车 一点盖面这个大家都会 但是这不合理 我要告诉大家 沈汉彪 王妙玉 他夫妇 身价一百亿 那么他的好莱克 好太太两家上市公司 同时我们也知道一点 在国美集团 黄光玉就是靠他太太 杜娟 力往狂难 所以我想跟对方队友说 说明一点的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因为一个事故 而让所有的汽车不上路 谢谢 好 接下来有请正方的二辫 贺东东进行发言 时长 同样是三分钟 好 最近的对方便友 大家好 我是对方的二辫手 我叫贺东东 周伟先生 刚才你也讲到了你妻子 你还记得你有妻子啊 我想问一下 你今天松鼠AI的成功 请问有没有你妻子的功劳 有 我的论点非常清晰 我的论点就是 夫妻创业一定所向披靡 因为贺东东本人 我的先生就是我们公司的执行总裁 我的先生是我事业当中 最大的支撑者 而且我同时想向现场的观众说一下 对方便有说 夫妻创业会导致反目成仇 您不创业就不反目成仇了吗 在我看来 夫妻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囊括了男女之间 以及事业之间的合伙人的关系 我想说 夫妻创业要么共同做一件事 要么各做各的事 但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使家庭的这份业 做得更好 而且 共同创业只不过是分工不同 比如说周围 你主外 而你的妻子在主内 你又怎么能说你的事业 没有你妻子的一点功劳 另外 刚才对方的一遍讲到了 家是讲理的地方 事业 家是讲情的地方 事业是讲理的地方 我严重反对 这个世界只有关系 所有的关系都是情与理的结合 事业当中不只是理 而家庭当中也不只是情 规则在家庭和事业当中同样存在 第三 我认为夫妻创业最大的优势在于 第一 减少沟通成本 提高沟通效率 第二 目标一致 第三 分到扬镳的可能性非常之少 因为普通的夫妻如果分开 离开的筹码过于低 但如果夫妻创业 分开的筹码太高了 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夫妻创业不仅有利于世界的稳固 而且可以所向披靡 另外 我们都知道 男性的属性是长 女性的属性是短 阳长必短 是一个合伙人之间 最好的默契和合作的方式 在国际上 雅师蓝带 全世界著名的品牌 雅师小姐 蓝带先生 她们是一对非常好的创业情侣 这就是我的目标 这也是我的论点 夫妻创业必须所向披靡 谢谢 好 棒棒的 这个正方的二变气势酣畅 反方的三位智囊团成员 朱涛要发言什么 时长一分钟 首先啊 我先说东东那几个点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是周伟说的夫妻 她说她老婆在后面要给她支持 但那个不叫创业 什么叫创业呢 你在公司得有职位对吧 你在公司得有具体的事做 那你才叫共同创业 所以她刚刚反驳 周围这点是不对的 第二个她说沟通效率高 我跟我老公也是共同创业 我不觉得沟通效率高 我反而觉得沟通效率非常低 为什么呢 我老公跟我聊事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不能这么做 能不能不要用这种情绪跟我说话 你说我这个时候 是应该把她当成我老公 还是当成我的合作伙伴呢 我到底是应该先管她的情绪呢 还是先管她说的话 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两个只是共同做事 就不存在了 不管你用多严厉的话跟我说 你这个事不能这么做啊 我一定会 以做事的角度跟她说 对 这件事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但如果我们是夫妻的话 可能就不会 第三个分开筹码高 这个是事实 但是分开筹码高 跟你是不是反目成仇 是两回事 很多人反目成仇了 但她不一定离婚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来 接下来 反方的二变马瑞发言 时常同样是 三分钟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马瑞 我方的论点呢 是夫妻创业必定反目成仇 第一个 为什么 刚才贺东中有一个很大的bug 男主外 女主内 所谓的男女的创业 她的创业是同一份事业 在家里面那叫家庭事业 在工作叫工作事业 两码事 所以这个是个完全的bug 第二个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夫妻创业就像一场赌博 为什么呢 创业失败了 你们夫妻感情一定会出问题 创业成功了 你们的夫妻感情也有可能出问题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 第二个必须告诉你们 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动物 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是情感丰富 你们谁能做到 我们二十四小时在工作 在职场面对你的老公和爱人 在生活当中 你能把这个身份分得清清楚 请问你们能做到吗 做不到 对吗 前一秒告诉你 你这个工作怎么还没做完 下一秒 老公 帮我倒杯水好吗 请问 你们是演员吗 谁能演出来 在你工作 刚刚面临一个项目的失败 正在吵架的时候 再下一秒回到家里面 你可以祈求你的老公或爱人 给你倒杯水做个饭吗 请问能做到吗 做不到 第三个我必须告诉你们 最难解决的就是 夫妻创业最难解决 夫妻步调的问题 男方 我要拼命干事业 我今年做到两个亿 可是女方 我觉得生活要稳定 要平稳 我们要安全地发展 因为我们还有家庭 还有父母 还有孩子要照顾 对吗 那两个人步调不一样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定会出现问题 请问 对吗 夫妻创业最重要的 有了目标感 目标感是一致的 可是目标感移植之后 你的老婆想用三年 你的老公想用五年 你们俩一定会出问题吗 一定会出问题 对吗 第三个 最简单的跟员工 如果你们现在 作为员工来讲 进入到公司里面 如果你的上司 是一对夫妇 好 两对夫妇吵架了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站队 我站老公 还站老婆 站谁都不对 第二个 夫妻二人之间 你不仅是一个职场关系 你是生活关系 你是朋友关系 所以人不可能 在你去协调 这么多的 社会属性和关系 所以我认为 夫妻庄业 就是一定会 反不成头 谢谢大家 好 来 你们两个有话要说吗 这个看似双方都有道理 但实际上 这是生活阅历的关系 周伟同志 用他的实力 来告诉了丽浩阳 所以丽浩阳 离婚了 马瑞说出了很好的观点 原言是还没有找到一个爱他的女孩 知道如何帮助他 成就他的事业 那我们贺东东呢 又是伶雅俐齿 但是的话 如果你温柔一点 不那么痴承 他们的伤痛 我相信 他们就不会这样的激动 你今天说的这番话 还算中天 天有水 还有点质量 开玩笑 来 自己亲自己一下 来 正方的智囊团当中 有谁要发言 朱家音吗 来 时长一分钟 我觉得是说 我方的观点是夫妻创业 首先 刚刚大家都提到的创业 其实我们这道遍题 是在创业前面加了一个定语 叫夫妻创业 那么情和理 我觉得东东的观点非常好 情理之中 我们其实所有的创业都基于是说 我们有很好的想法 想付诸 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那么我们以家庭为单位 其实是对这个创业的成功与失败 其实最少 最小伤害的一个投入 我觉得以家庭为单位 夫妻二人去创业 其实是最保险的一个选择 那么关于创业的成功率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 其实是有数据参考的 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可以咨询一下 布衡 也就是说 不管是不是夫妻创业 其实它都面临着成功与失败的风险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夫妻创业 我希望大家把情和理 在亲密关系当中 做一个人生的修炼 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好的课程 而不是聚焦于是说 到底反目成仇还是所向不明 好,谢谢 朱家英的... 朱家英的思维、逻辑和语言体系 是最像变手的 棒棒的 掌声欢呼声大家 在正方的三变发言之前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 也就是有的时候呢 在争论的过程当中 你的逻辑结构与体系一定要严密 你们还是稍微有点散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